要讓腦部越來越年輕 一定要試試麥德飲食 主要是用鮭魚 讓一個腦部年輕7歲半 對 而且是一個鮭魚捲 然後它裡面會有藍莓 然後還會有堅果 所以它是藍莓鮭魚捲 對 好特別 然後這道料理我們要做之前 我們先來做它的配菜 這邊我會有香菇 香菇 先下鍋 乾煎 稍微乾煎一下 然後準備一點點的洋蔥 那這洋蔥我會稍微有點像條狀 比較會有口感 比較脆一點點 對 那香菇下鍋之前 你要稍微用熱鍋 先把它稍微拌炒一下 讓它的水分先跑掉一些 跑掉一些之後 我們再來加油脂 不然如果你沒有先做這個動作 直接加油脂 那個油脂會被香菇吸收進去 你會看不到油 你會很想再加油 OK 就會加了太多油脂在裡面 對 沒錯 這是一個小技巧 好 少量的油脂進來之後 把我們的洋蔥絲 放進來 OK 然後再來就 這邊玉米水 對 玉米水一樣加進來 飯炒 然後花椰菜 這是我們鮭魚捲的一個配菜 配菜 把它飯炒一下 這邊的調味很簡單 這是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鹽巴 好的鹽巴 然後一點點的西式的香料 香料 這裡面是綜合 有一些百里香 迷迭香 月桂葉 綜合香料 對 綜合的香料 好 OK 油真的加得很少 看起來乾乾的 因為鮭魚上面有油脂 對 好 這邊我們來分享 怎麼包這個鮭魚捲 這邊有地瓜泥 地瓜泥 對 地瓜把它蒸熟 然後直接用那個 熟的地瓜泥 對 熟的地瓜泥 叉子把它搗成泥狀 然後堅果 你喜歡的堅果 對 這綜合的堅果 也是打碎的 對 把它切碎 打碎 把它加進來 然後稍微拌一下 對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邊我們鮭魚 直接拿新鮮的鮭魚片 來 它需要三片 要三片 三片包成一捲 對 三片包成一捲 稍微有一點點重疊到 有點像鮭魚捲的那種感覺 然後地瓜泥 你把它抓起來 可以抓在手上 然後你先把它塑成一個 圓球狀 是 把它放上來 有點像弄壽司的感覺 對 沒錯 有點像是加州捲 然後這邊藍莓 把它放進來 對 鮭魚很特別 鮭魚加一點點莓果類的 它其實是還滿搭的 對 好 然後把它捲起來 OK 把它捲起來 對 把它捲緊 OK 好豐富喔這個 這製作方法感覺也不難 不難 然後收口把它放在下面 對 然後再來我們煎鮭魚 這邊我先包好的三捲 對 直接就下鍋 所以直接下鍋 因為鮭魚 鮭魚它等一下會有生抽油出來 對 王醫師怎麼開始這道料理 其實麥德飲食 我們又稱之為新製的飲食 對 基本上它重點一個 它要有一個好油 我們的腦袋裡面有很多軟飲食 它需要很多好油 這個好油包括 它用什麼 橄欖油 對 堅果裡面有好油 這個鮭魚裡面有DHA EPA Omega S3 基本上就用這個好油 再搭配什麼 很多的蔬菜 蔬菜 基本上就構成這個狀況 剛才地上的飲食是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蔬菜的原則是一定要 蔬菜越多越好 一天如果能夠數分以上的話 你會讓你的腦袋 變得清新就會出現 這個菜好像差不多熟了 對 差不多了 有香氣出來了 OK 然後鮭魚它你看 它已經生出它本身的油脂出來了 不用煎太熟 因為我們裡面的料 它是熟的 鮭魚薄薄的而已 所以我們只要煎這樣 稍微有一點金黃色的 有一點色就可以了 記得收口把它放在下面 就不會散開了 因為一開始煎的是收口的地方 就黏住了 沒錯 這道料理其實 我覺得朋友來 好朋友來的時候非常適合 因為其實用到的鮭魚很少 不會太廢錢 但是看起來又很豐盛對不對 又健康 不然朋友來就不要給他吃了 讓他腦袋不清楚就對了 好朋友希望他記得你 對 又不用太花錢 就煎這個 OK 記得煎這個給好朋友吃 這個朋友就不要找他打麻將 我腦袋太清楚了 不容易 OK 好 其實滿快就熟了 我們就可以來裝盤了 對 OK 所以我們像西式的那種 煮菜的呈現方式 我們旁邊是放配菜 對 OK 這很適合當天客料 對 沒錯 我們先把配菜裝在旁邊 OK 好 再把這個鮭魚放上去 再稍微擺盤一下 我們這道麥德飲食 讓你大腦變年輕的主食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藍莓堅果鮭魚捲給您 富含健康油脂的鮭魚 包入堅果地瓜泥 同時吃進多種營養素的麥德飲食法 幫你預防失智症 其實失智症跟很多的生活習慣是有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運動可以讓失智症的風險降低 但是我問一下劉醫師 你會推薦哪些運動 剛其實我們也有心智飲食 所以我推薦大家一個叫心智運動 這個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很多運動 譬如說我們走路 爬山都很好 很好 對 可是有些人覺得這很無聊 比如說走路 走路也很無聊 保護肌很無聊 其實有些運動 我們可以結合心智方面的一個運動 跟身體的運動 例如說太極拳就是運動 太極拳 對 因為其實很多研究會告訴我們說 太極拳其實它是一個心腦合一的動作 它是我們大腦除了運動區 還有我們前額夜的運作 一個很重要的學業方面 那一些研究發現說 其實是可以非常地增進我們的心智 預防失智症那樣子的 太極拳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覺得太極拳 結合到哪裡的心智 因為太極拳它是機械動作 而且你要配合 你要背這個動作 怎麼弄這樣子 其實滿難的 是一種協調性的運動 協調的運動 而且它可以增加我們下盤的運動 那個穩定度 所以對於巴金森 失智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今天主要說 失智真的很可怕 但是預防永遠剩餘治療 最好不要得到 但是如果真的不幸得到 一定要早期發現 因為早期介入 就可以延緩疾病的進程 我們見關於下次見 拜拜 我是蔣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 我們來看